台灣今年算不算比較熱 台灣今年夏天很熱 我們台灣今年夏天 到現在都沒有冷 有喔 台灣今年 其實在夏天來說的話 很熱很熱 但是到9月就比較早涼 可是涼了就涼不下去了 就沒有很冷了 沒有很冷 我們沒有穿了厚的衣服 我們女人最了解 台灣不是 大衣賣不掉 只能賣風衣 你懂嗎 其實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今年的那個冬天 這個北極溶冰比較 溶得比較多 我們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如果北極如果溶得比較多的話 冬天在北半球很高緯度 像日本啊 很多地方 中國北方啊 其實很早就開始下雪了 反而比較早 對 早下雪 北京都下雪了 對 大概在長江以北 那種高緯度地區 是都在下雪 都很冷的 所以你覺得這都不是意象 不是意象 就現在的氣候就是說 意象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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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正常 就像不正常的人才是正常的 不正常才是正常的 好複雜喔 或許你就是正常的 那我現在是正常的嗎 你頭自成這樣子還不正常嗎 沒有 我不正常 好 那我們來聽聽這個世界上 還有其他的預言 我們來看看 電影2012描述太陽會釋放的大量微中子 當這些微中子加熱地核 便會引發恐怖的火山爆發 此時各種不同的末日謠言四方窜起 05年的南海海嘯 巧合地發生在超級月亮的前兩週 直接驗證超級月亮帶來嚴重的自然災害 第一集傳說 當地球磁急內轉 或地球 太陽和銀河系中心 連成一直線時 將會引起重力大亂 造成不可收拾的地球毀滅 這些傳說 難道真的會造成地球的毀滅嗎 我覺得我們一直被 美國的電影在害怕 就是什麼彗星撞地球啦 對 對不對 有一年差點真的有彗星要撞上來 對 其實當時我剛才講說蘇美人他們講說 2003 5月是世界末日 就是他預設有一顆隕石叫做尼比魯 那個尼比魯可能會撞到地球 都有名字喔 都有名字 對 那現在還有部分的還相信這個東西存在 只是可能又是時間孤 所以我還沒有撞到 那當然從剛才的這個VCR看到 就是說電影裡面有講到所謂的微中子 好像煞有其事的樣子 從科學上聽起來好像就是很難很炫 你不就研究這些嗎 對 那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微中子為什麼到2003年才讓這個 日本的這個科學家小才昌俊得到 諾貝爾物理獎 就是因為它跟一般的物質交互作用 實在是太微弱 太難偵測 什麼叫做太微弱 現在我們此時此刻 都有很多的微中子穿過我們身體 可是我們根本感受不到它 有嗎 對 換 有微中子 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感覺 微中子是什麼 對 那 你現在都有微中子嗎 這種微中子就是說 簡單的講就是說 這微中子跟一般物質 其實不太會交互作用 就是說它遇到它就穿過去了 那你說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它就穿過去嗎 對 所以 所以假設是地球的話 微中子你說 電影說打到它地心 然後為什麼要巴巴巴巴巴巴 其實它不會 它就直接穿過去了 等於是來無與去無中的樣子 對 那講到另外一個講法是說 這個什麼 2012年的時候 太陽地球銀河細線 背後這個就是銀河 那這邊畫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人馬座 射手座 那銀河細的中心 差不多就在這位置上 那這個世界末日說 就是說在2012年的冬至的時候 這個地球 太陽 還有銀河細的中心 會排列成一直線 所以造成這個引地上 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可能會引起這個大毀滅 那講到這個說法 我就講到一則這個新聞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冰淇淋吃多的人 在游泳的時候容易溺水 游泳容易溺水 游泳容易死掉 真的嗎 對 因為你看一年的這個統計數字 在夏天的時候吃冰淇淋的人多 然後溺水的人也變多 因此這個吃冰淇淋多的時候 人多的時候溺水的人就會變多 那當然 經過後面這段解釋之後 大家就覺得非常無理 好 對 就是說我前面講的都是對的 就是說冰淇淋吃多的人 溺水的人也多 但是你把這兩件事情 當作是因果的話 那就錯掉了 回到剛才這裡來講就是說 地球跟太陽跟銀河細中心 到底會不會連成一直線 答案是會的 會 而且多久連成一次 一年一次 而且每年都是在冬至的時候 每年都會連成一直線 冬至 對 那我們湯圓吃得很危險啊 對 所以每次有說真的世界末日的話 我們等於是大家都死過一次 每年又重生的一次 對 這次可能要第二天補上班上課的時候 要重新再重生一次 對 所以冬至 老祖宗還是很有道理 叫我們冬至吃團圓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冬至那天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 古代的人他們計算年的方法很特別 他們就是他們利用例如說 像金字塔 或是說他們有一些石頭白板 他研究他的影子的長度 就要發現 對 他研究影子喔 就是影子 對 然後發現了 冬至這一天 是影子最長的時候 影子最長的時候 那麼夏至的時候 它的影子是最短的 最短的時候 或是每一天特定的時候 所以他發現說這一天 白天也最短 冬至 晚上也最長 然後過了這一天之後 太陽慢慢慢慢 那個白天慢慢增加 它好像就新生了一樣 而且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俊輝講 俊輝講的就是說 就是太陽對我們人類的影響 在某一方面也講 沒有這麼強烈 沒有這麼強 沒有你這麼說 沒有… 我們不曬太陽就不行了 這當然是不行 可是它講的是世界末日這個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太陽風暴 或者是說引力拉扯對不對 我們打個比方好了 例如說現在太陽 地球的直徑 是一萬五千公里 一萬五千公里 那那個其實 它大概是一萬三千公里 我們假裝它是一萬五千公里 然後太陽的直徑是一百五十萬 所以這兩個是一比一百 打個比方 如果我是太陽的話 那地球就變這麼大而已 我弄一個比例這樣子 那現在呢 超過小拇指的 對 小拇指那麼長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他不愛理我們嗎 對…而且我們跟地球 太陽跟地球的距離有多遠呢 大概是一百多公尺 大概快兩百公尺遠 也就是說你把小拇指 這麼遠的東西 把它放在兩百公尺外 我是太陽 然後這樣跑… 另外一個人 例如說吳教授 他拿了這個地球 跑兩百公尺遠 這就是太陽跟地球的距離 你知道嗎 知道嗎 所以很遠 如果說你現在這麼小一個東西 放在兩百公尺遠 你看得到它嗎 看不到 對…所以宇宙真的很大 那另外一顆就是天王 所以也就是說 太陽根本不鳥我們一人 地球市場太小 太小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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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對啊 如果說你把天王星拿進來的話 你這樣子讓我們一切都破碎了 今天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這麼的渺小 既然他提出這個太陽不鳥我們說 那我就提出 銀河中心不鳥地球說好 我跟不鳥啦 對不對 那到底誰在乎 到底誰在乎 誰在乎 你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太陽 因為它距離我們很遠 所以太陽光到達我們 其實需要八分鐘的時間 所以你現在此時此刻看到太陽光 都是八分鐘前的太陽 發生到說太陽如果突然爆炸的話 你能不能看到它 你要等八分鐘後才看到它 很多人講說 2012年的冬至 這個銀河系中心搞不好會發生 什麼黑洞一些巨變搞不好發生爆炸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 銀河系中心距離地球有多遠嗎